在亚马逊丛林深处 至今还生活着一只印第安部落 无论是他们深藏在雨林深处的黄金 还是他们具有通向宇宙的神秘力量 都给世人留下了无限遐想 雷探长此行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寻找到这一原始部落 但是由于亚马逊雨林地形异常复杂 充满了大自然部署的天然结界 也让此行变得前途未卜 大家看到雷探长现在要乘坐船 前往亚马逊深处了 这边是我们的带路人 会带我进入亚马逊的雨林 我的小心点 今天有点滑 嗨 驾驾驶 多长时间 30分钟 2分钟 30分钟 这次要寻找的印第安部落 驾船行驶需要2.5个小时 当地居民告诉我 亚马逊雨林气候变幻莫测 如果遇上恶劣天气 船可能会淋湿航线 再加上茂密的森林 会使磁场变得强化 甚至连一些电子产品 也无法正常使用 一旦跟外部失去联系 那将非常危险 但就在行驶过程中 天色越来越暗 放眼望去 一场暴雨似乎就要袭来 由于这边深圳带雨林气候 因为这边时常下雨 一会儿它会下雨 放弃 即刻我是在亚马逊河上漂流着 它的整个面积加起来 要比欧洲面积还要大 这边属于两边有很多阔叶林 在阔叶林里面有很多的 已知和未知的一些生物 据说只要来一位探险家 一次性就能发现新的物种 达到441个 可见在亚马逊雨林里面 还有一些未开发的 原生态的一些秘密 等待着我们 大家知道吗 我们从玛瑙斯过来 一路上有70个 有70个村庄 今天我们去探索这个村庄 也是比较危险的 很多人可能有所不知 如今的原生态印第安部落 依然是禁区 没有人带领是无法闯入的 此次除了当地人护送 与雷探长随行的 还有一位萨满巫师 他得知我寻找 印第安部落的愿望非常大 于是为我不停地祈祷 他说 我一定会在亚马逊 有惊人的收获 似乎它的咒语 也在风中 久久不停地回答 作为回报 这位萨满女巫 想请我为她 起一个中文名字 我送给她的 雅萍二字 祝福她 永远美丽健康 我再起一个中文名字 叫做 我认为 叫做 雅萍 中文名字 雅 中国名字 雅萍 我发现这个印第安酋长的这个帽子风一吹就这样了 必须要这样子 哎呀才起来 所以说 还不能迎着风走 迎着风走 哎呀就下来了 哈哈 哇这是当地的一种鸟叫 Dugano的毛做的这个项链呢 给了我 他说只有带着这个项链呢 才不会被当地一些土著人的袭击 在这个里面呢 生存着各种动物 有这个鳄鱼 还有美洲豹 现在我就进入了这个亚马逊的灌目 继着船慢慢驶入雨林深处 当地人的建筑也逐渐多了起来 但是这让我的心更加紧张了 难道我真的已经踏入了印第安人的地盘吗 他们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对待我这个外来人呢 一想到这些 我原本激动的心又坠坠不安起来 哇现在连点人要进入这个村子了 村子还没进去 之前先看到村 还有人开枪 还有人在开枪 哇这个地方 他们这个势力真的是很雄厚啊 部落有部落的禁忌 族人有族人的规矩 领队让我不要先下船 一定要等酋长先走到这边 我可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看到他们来势汹汹 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哇现在连探长呢还没有出去 门口最近有人上前来迎接来了 哇这迎接的队伍 有一点让我害怕哎呦哎呦哎呦我还有这个拿弓箭的 哎呦呦哎呦哎呦我还有这个拿弓箭的 这个美女他很很好看啊 还有酋长还有酋长夫人 哇这个 什么意思 这是他们用来捕捕猪 写的东西是从城市人 他就是主持人 什么名字 比亚卡 我都不好意思往下拍了 那我们往下看一下 初来乍到 看到印第安人略显浮夸的阵仗 以及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打扮 我着实感到不自在 这里的孩子手持弓箭 似乎代表着权威 这种欢迎仪式 已经流传了几百年 但是他们如此使劲 不会有着某种目的性吧 不好意思 我的想象力 有时总是难以超越 自己的认知范围 这个酋长年龄真的挺大的 然后他们把他们的这个 家里面最重要的人 都给他找出来了 是在带路 尤其是全村的人都跟着 因为他也没见到外人过来 所以说他们在 完全是跟着 其实呢 现在的印第安人 已经不是说 以前的印第安人 这个地方我认为是 半分屁 他们也可以乘船到市区 实际上他们也不愿意 因为今天有他们 哭了千百年来的畏惧 老公是跟谁 大家看一点网络都没有 所以说我想得给大家 发个什么也发不了 现在我要在这里 吃了这么多东西 大家也不知道 当地人告诉我 我正好赶上一场成人礼 年轻男子双手戴上 子弹仪手套来挑战 子弹仪之所以有这个名字 是因为被这种蚂蚁叮咬后 伤口会像被子弹打中一样疼痛 若被更多子弹蚁袭击 可能会危及生命 但在印第安土著部落里 双手戴上子弹蚁手套 任其叮咬 是男性成年的标志 没想到我还能因此和他们共鸣 连长再给大家说一下 当地的子弹鱼 子弹鱼 它是用巨头的蚂蚁 手伸进去 就会有巨头 那为什么要伸进去 因为当地有种叫成人礼 这么一个名义 就看能不能挺过去 如果挺过去了 就成人了 我发现这边的人 打扮你可能会说 你多少岁啊 16岁 哇才16岁啊 16岁 这个美国的名字 我认识像是鸡 像是鸡 像是鸡 哦 就是像蛇一样 大家说 这个部落 虽然说大家说 这个地方很现代 但是确实没有网络 他们有WiFi WiFi 他们有Facebook Facebook啊 别人给他说 我在这边没有网络 发表消息 但是我问他说 我们这有WiFi啊 两位印第安女孩的衣服 极为特别 一位是用南美洲西游鸟类 大嘴鸟的腹部羽毛 制作而成 而另一位 是用巴西特有的棕榈科 裙子树叶拼接而成 虽然材料看似简单 但是成本巨大 这都是当地部落的盛装 迎接贵客才有的打扮 在近三年间 由于外来人 鲜有人光临 我成了唯一光临村子的外国人 所以我也被这位印第安女孩 特殊对待 这位女孩的出现 让我非常惊讶 她保持着纯真的笑容 和无邪的面袍 一副单纯的样子 还给我的脸上 画上了族人的彩绘 由于围观人实在太多 女孩拉着我 避开村里人 决定带我去逛逛 整个部落 这位是马库亚 这是马库亚 没有 马库亚 马库亚 哇 哇 大家看哦 这壳是马库亚做的 然后呢 里面是那个刮拉纳的 你多年了吗 我已经不见了 她已经五十年了 学习吗 我说我不是很年纪 但是她多年了吗 她说是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 你想要结婚什么类的男人 什么类的男人 什么类的男人 你知道吗 我们来问她在这村子里 什么样的女孩 算漂亮吗 她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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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在这个村子里 还有这个人际关系和情商的 谁都不能得罪 周围有很多女人 投入来的羡慕的目光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 这个导游给大家讲了半天 然后这个都渴了 然后这边有些老太太在这 发出了这个 姨母般的这个微笑 来再笑一下姨母们 非常甘甜 我也不会英语说非常甘甜 怎么说 她呢现在带我们到她村子里来转一圈 哇 这些小儿全在这摘这个东西 我也猪 这给它长得像仙人掌的一样 我也猪 这个名字 这是一位 她是一位 她是一位 这是一位 是一位 哇 她说这个居然可以吃 对 一群人很野蛮 在树上摘起来就行 你不要吃树 她说里面的种子不能吃 可能有毒 她一再强调 然后外面的可以吃 嗯 嗯 sweet 其实里面有点像banana look like a banana the village language mukiru mukiru 他们村的人要开始爬树了 这个是难得一见的 他们现在正在用这个 手拧跟绳子 这就是亚马逊人啊 他们生活的这种方式 他又开始攀登了 妈呀 超厉害 徒手 就攀上去 脚步那个草环呢 作为一个摩擦 哇塞 哇 大家看啊 这毕竟是雨淋气 哇 一路都湿了 看看他会打开了一个啊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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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特别酸甜 这么吃也行 哇 太震惊了 千呼万唤的阿萨终于出来了 看上去黑黑的 原来里面摩车会变成深红色 然后在Rio呢 吃了那个阿萨终于做成的那个东西 原来就是一个小火子做成的 它其实念出来是有点红颜色的 他们都告诉我 在这个地方呢 能看到这个阿萨终于真的看到阿萨终于真的 你孩子长得很像你知道吗 你孩子长得很像你 你孩子长得很像你 但是我感觉这个村子的人啊 他还是敞开希望有各种旅游 人还是很淳朴的 你看这女孩都自发的跟着我 也不是怎么了 他在老看着我的包 看着我的包 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落寞的社区啊 就严马旭旁 他们可能想搞这个乡村建设 原来修了路啊 就像一个被荒废的一个社区啊 它的这个路都长了草 因为我发现任何一个农村 实际上当它发展起来的时候 有可能人们就不愿意在村子里面生活了 就到大城市去了 大城市就像李约呀 圣保罗呀 我们就往这些城市去了 我的到访 打破了村子长久以来的宁静 为了招待我这个远方的客人 村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 但是最奇怪的是酋长 他总是撇开向导 单独请我去他家做客 这波又把我拉到了他家 唉 大家看老酋长呢 集一生绿衣绿帽 清扫他们那棍子里面的会议大厅 让我想到什么呢 虽然酋长是一家之 他一俩呢 要尽力尽责做好主人温的这种精 一乌不扫 北扫天下 哇 他们的这个烤香蕉 烤完之后像烤红薯一样烤鲜嫩 烤鲜嫩烤鲜嫩 像那个红薯一样 像吃洗餐似的 很甜 所以中国那边呢 都注意到像红薯才有这样的味道 我对烤香蕉的理解 只有在印度飞饼里面加那个香蕉 才有那个味道 但是在这终于知道这烤的了 他们做的咖啡豆 哦 这是咖啡豆 哇 这老婆顶着雨出去 下一点咖啡过来 我没跟出去 雨太大 这咖啡豆回来了 两种咖啡豆 应该就是这两种咖啡豆 他就是说放到这里面 把它那个拖开之后呢 在这边晒干 维船长也喝了这边咖啡了 发现这边的咖啡呢 边的其他酱咖啡呢 一样 你要不放糖呢 它会有酸 所以这边的咖啡呢 就放了好多糖 他们这放糖是超乎你想象的 巴西被葡萄牙人殖民后 印第安人失去了大量的土地 曾经肥沃的农田 要么休耕 要么就过度开发 而他们的食物来源 多数依靠联邦的提供 如今 多种文化的汇合 使得印第安人的食物 成了烤面包和烤肉 大量的糖和油的摄入 让印第安人 在近几年出现了健康危机 33%的每周印第安人 出现了肥胖 而超过16%的印第安人 出现了糖尿病 做了很多饭在这边 真的很棒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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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实在太热了 所以在树荫下 它就要两块钱 但在这吃有一个缺点 就这边的子弹蚁 小蚂蚁 无论吃什么蚂蚁 它都有毒性 它只要钻到你铺裆里面 它到处咬 所以说你的裤腿没有用 亚马逊里面的鱼 真的是很丰富 当地人没有别的喷嚷方法 它就是这个烤 此刻亚马逊雨林里面下起了雨 雷船长在这个雨林里面躲雨 然后有只鹦鹉 就在后面跟我吵架 你不就是个鹦鹉妈 哇 这雨太大了 干嘛把这鹦鹉请下来吧 你知道吗 你是一只巨丑的鹦鹉 你巨丑 你巨丑 你很丑知道吗 你丑就是丑你 就丑你 近年来 人们对雨林无休止的砍伐 和森林大火双重破坏 让这颗绿色心脏 遭受致命影响 如今的亚马逊雨林 居然还出现了不少地中海 如果亚马逊的森林被砍伐殆尽 地球上维持人类生存的氧气 将减少三分之一 雨林的气候总是变化莫测 因为参天大树 遮挡住了阳光照射 水分无法蒸发掉 造成这里的环境特别潮湿闷热 由于水土不服 加上极端天气 我也出现了拉肚子和低收 躺在酋长家修整 连续的暴雨 一下就是树雨 我祈祷着这场大雨的结束 能让我继续在亚马逊探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